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她比我长得漂亮 不过我相信你这句话是诚意的 真的是 真的 没有人拿母亲这个时候开玩笑的 对 要不然这样 她要跟谁牵手了 我们祝福她们 如果没有 你下来把 留一下我妈的联系方式 留个联系方式 好 谢谢孟宁 来看第一条片 谢谢 我叫魏伟 现任广州交响乐团首席第一提琴乐师 因为和母亲同处一所学校的缘故 逐渐就变得十分厌学 为了谋求今后的发展 十几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了 大学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 后来去了奥地利莫扎特音乐艺术大学读硕士 一边打工 一边练琴 尽管很累 但还是战胜了自己 毕业后我去了德国 拿到了多个乐团的邀请 五年的生活 让我变得更加坚韧 但我还是很想念国内的生活 就回来了 我的性格比较多面 有时候很宅 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时光 有时候又会很冲动 想做一件事就立马行动 最近正在拜读孟非老师的书 觉得她很懂说话的艺术 我的情伤不太高 希望孟老师可以指点一二 我的情声口实中带着高贵 希望你能够成为我 生命中最忠实的听众 我一直没搞清楚 我以为是大提琴 其实是一种比大提琴更大的琴 叫低音提琴 叫低音提琴 这个 哎呀 这个要 从小 个儿小一点弄这个 还动不了这个 是啊 我演奏一段这个 Piatula 阿根廷作曲家的一个 摊歌舞曲中的一段 摊歌可以一个人跳吗 也可以 说不定 哪位女生会跳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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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觉得听着听着这个节奏 到非洲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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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问一下女生有问题 11号 一般艺术家就是留很长的头发的 你好像这么短的 为什么 我以前是很长很长头发 是吗 没有很长到肌腰 最起码是到肩 哦 那个比较帅应该 谁说艺术家一定要长头发的 不是 那个贝多芬什么 全部都是这样子 就是很厉害啊 我觉得 就是很飘逸 就是艺术家就是这样子的 感觉上 相声艺术家 郭德纲头发就很短嘛 我们台上来过 我想一下男嘉宾当中 有弹钢琴的 吹萨克斯的 吹笛的 吹口哨的 吉他 吉他 都有 我在想 我们过个十年 二十年 我们把这些 来过《非诚勿扰》 会演奏的人凑一个 《非诚勿扰》爱乐乐团 绝对好主意 童大为担任指挥 因为这个没有头发 他甩不起来 要不然我来了 您说起童老师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因为我当时在异校 异校里有歌剧班 话剧班 他们教我就是说怎么吃面 我就觉得今天能见到您吗 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 您能指导我一下 或者您能演绎一下 他要教你演吃 你待会儿叫他拉 好主意 好主意 这一套 我觉得您绝对行 我们现在都是真吃啊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陈佩思演那个吃面 那个是在舞台上的表演 小品 对 我们那个 我就是拍《太平伦》 就刚拍完这个 吴宇森导演的这个电影 我有一个长镜头 是一分多钟 从这个面端上来 到我吃完还得把词说了 这个年底呢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 特别不老实 我怎么不老实了 说吃面的时候 你说都真吃 我们说吻戏的时候 你真干的吗 吻戏还真的有真有假 干过 确实确实有 一到那场 这个是因为角度的问题 这个讹息确实有这个点 这个必须得实话实说 他说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们肯定特别会表演 我记得我最早看那个《上海滩》 看那个周润发 演那个许文强 演他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怎么吃得那么优雅 然后你看陈佩思那吃起来 就那样 特别香 特别香 对 这两组 你能不能都演示一下 您知道我一下 不懂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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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吃呗 这里面有学问 那个陈佩思那句 他不教你吃 你也不教他拉 那个 我们来看他的情感经历 我谈过三次恋爱 第一个女生是在上海上大学是认识的 她像中提琴一样缠绵 温柔 她很爱我 得知我要出国 也毅然决定等我 但我根本没想着回来 最终还是因为距离的关系 断了运气 我是个怀旧的人 后来还尝试找他 但始终没有阴具 李信告诉我 过去就让他过去 不要影响到未来 第三段感情 我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他好像小号 富有激情 他很爱帮助别人 朋友圈很广 我们在一起后 得知他已经有男朋友 但当时的我 并不是很在意 最后却因为他不想结婚而分手 我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跟我在一起 你不会无聊 我喜欢大眼睛 笑容灿烂 活泼可爱的女生 因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单纯 所以希望她也单纯外向一些 她要注重个人卫生 身上有莫名的气味 我接受不了 这个莫名的气味 是你曾经遇到我什么 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 我们一个女导演 她上小学的时候 喜欢她们体育老师 特别迷恋她 长得也那么伟岸 那么帅到爆 然后特别是她身上散发那种 特别强烈的味道 她认为那是一种独特的味道 属于一个独特的 她崇拜的男人的味道 她就特别致敏那个味道 后来吧 她长大以后 知道那个味道 有一种学名叫糊臭 她就不再喜欢 她不再喜欢那个味道了 李智 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经常用乐器来形容 一个人的性格呢 比如你能不能在现场 用一个乐器来形容一下 孟爷爷的性格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需要我经过一段沉思之后 我觉得孟爷爷是指挥 就是她对全场的拿捏 已经不需要用乐器来表达了 那就是指挥棒 人家问的是乐器嘛 对吧 那绝对是小提琴 小提琴 为什么呢 因为小提琴 她走在一个乐队旋律中的最上方 然后她对整个这个气氛 还有整个这个乐器的拿捏 是有相当重大的作用 还有第一小提琴是吧 第一的乐队首席 对 她要对整个这群人 对 要拿捏 要领奏 对 没错 要领奏 那黄老师是什么 竖琴 竖琴 温柔似水 然后眼中充满了温柔 大唯 罗 大提琴 那能不能用一种乐器来形容一下我呢 我就知道你绕一大堆 最后会回到自己身上 我特别想知道 在艺术家的心里 我是什么样的乐器 我愿意用一个小号来形容你 但是你是一个温柔的小号 不是一个险山露水的小号 在你的小号的上升部的音乐中 总露出一种柔情 我不知道你满意吗 我怎么听到这个就要起床呢 太苦休 她刚才在片子里边提醒我们一个话题 如果前任回来找你们 你们会是什么态度 王海珍 不吃回头草 不吃 坚决不干 对 坚决不干 有人愿意考虑这件事情的吗 马子慧 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应该就是分感情的深度吧 而且要看那个分手的原因 哎 你看 人家这个说的就合情合理 我发现了 你是妹妹是吧 嗯 那个姐姐在上一期节目牵手走了 这两期在那儿 给我们义务劳动给我递选号戏 哎 我问一下 你走了怎么还陪着妹妹来录节目啊 我就是代替爸爸妈妈过来把关 然后想看妈妈能牵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你把关就是她要跟人走 你不喜欢 你上去就把他们给扒给人家 是这样吗 反正也看她意愿吧 看她怎么想的 我还是尊重她 现在 就是妹妹一天不牵手 你就在这守着一天 是吧 那我就不走了 我在这坐一天 好 给她开份零食工的工资 好好好 我欢迎你啊 王海珍 你接受闪婚吗 就看好演员了 就结婚那种 对不起 不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定的考量 但是呢 在我这个年龄 都38了 还要考量几年 对 起码也有一段时间 你愿意接受 我特别愿意 闪婚是吧 不闪婚 你想一下要闪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的时候 一两个月也算闪了 你是一两天那种 还是一两个礼拜 我都可以 就一个小时演员看中了都可以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 没有底线的女嘉宾 欣赏你 欣赏你 我问一下你以前结过没有 没结过 试一次 可以的 真的就是如果来现场求婚的 我看中了 我真的会答应 那这样啊 你如果在台上看上那个 如果那个男的也愿意 你说我们下去就结婚 跟我们栏目组的后勤组的说 我们提供车 把你们直接送到民政局去 要民政局吗 领这儿啊 就 哦 这样 对 一股 我还是想 我们提供这个售后服务 可以下次来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需要 我们提供这个服务啊 好吧 可以 可以 好好好 下一条片子 他是一个懂得生活 而且很有情趣的一个家伙 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男人 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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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人 你能相信 他很真正的 我可以说 他这个人非常的正直 而且充满正义感 他的思维比较严肃一些 不太懂得转弯 我们一起看了 那个《无间道》 从第一集看到第三集 结果他看完之后 还问我说 到底里面谁是坏人 谁是好人 最后留灯的2号 您介意最大的年龄差是多少 其实这个问题 不必要限制在这个层次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一个短暂的舞台 但是也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如果有缘相识 大家都一起了解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姑娘 你告诉他 你多大 我今年23 谢谢你 好 2号 刘灯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过去 带他从这儿离开 如果不愿意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谢谢 直接去 我有点担心年龄的差距 舞台虽然挺遥远 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位女嘉宾 给我留灯 我觉得特别感动 我可能将来我的梦想是 开一家人 给自己的咖啡店酒吧 我来开舞 你来拉琴 你不可以 都是这么想念 祝她们幸福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